大家好,歡迎來到CGC 今次我們這個收藏家的訪問 就到我們的錶友Anson Anson 你好 你好 我們就來了 第一隻錶我想問你或想你說的是 廊格 就是廊格的一百一 其實是什麼原因你會收藏這個錶 究竟有什麼吸引到你 其實廊格我都留意了一段時間 我最開始的時候都是不停看 Langipedia這個網路 最讀的 很讀的 很明顯的 很多東西看 我覺得一百一五這個系列 比較吸引到 因為我喜歡它的盤面上 有一些阿拉伯數字 看時間上其實是很容易的 這個錶我都有幾個朋友 他就買了一百一五 都是小三就是第一代 變成我們一個朋友的一隻手錶 對自己來說也有特別意義 其實這隻錶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是 你要直至到它 你擁有它 你才會感覺到的 第一樣想說就是 它盤面上 那個看閱讀時間 那個難以程度 這隻錶 我覺得它的分針 那個長度 是做得真的合到好處 它是剛剛指著它外圈 那個minus track 有時候我自己是會 看時間是真的會看到 秒數的人 我看到就是它那支分針 可以在那個minus track那裡 一格一格去跳 去下一格 那我覺得這件事 對於我來說是很滿足的 就是你日後可能工作 那你有時候都看一下 還有多少分鐘 多少秒 準備下一個meeting的時候 那其實這隻錶 它是給到我 還有它 所以它也是走得很準 所以我覺得在實用性上 就是很一流 是的 那但是浪格很多是 為什麼會選擇 我覺得105 它是很多的元素 它是表達到 那個浪格 那個造標的精神 我們反轉那個 機心的部分 看看 那其實這個機心 我想 可能很多台都已經講過 那我就在這裡 不再重複太多 那但是 想說的就是 它那個機心的佈局 四分三甲板 那我自己考慮一隻浪格的時候 第一隻都會想賣回一個 是手上鏈的機心 嗯 那這一點很搞笑 就是你賣回來之後 你基本上 每一天 就是有時候你晚上 你可能聽一下歌 喝一下東西 那你一反轉這個 這個機心 你拍一下相片 那這樣 聽一下歌 聽一下歌 一個小時很快就過了 很快就過了 看著它這樣 男人減壓是幾種 是的 很滿足很滿足 始終和你養到那種顏色 德國人始終還要時間變 那個變化是 好像陪著一個標主成長 是啊 就是它那個顏色的程度 由開始是 可能我都比較過一些新的表 可能會比較情人 現在都看到它是香檳金 香檳金的顏色 還有你覺得那些方式體 還有它那個 整件事是很舒服的 這些標 有前有後有舒服 平衡度很高 是嗎 好 那 朗格之後 其實也是一種很高級的標 那也是大家心目中有些人 可能自從大家覺得 德國標王是朗格之後 都很想夢寐以後會擁有 那擁有完之後 究竟你收藏的路線 那第二隻 或者你想說一下的標是什麼 是 或者可能說完朗格的底 可能我們反反轉 說一下寶基的面 嗯 是啊 那 這一隻其實也是一隻 更厲害 收藏到的一隻手錶 那其實這一隻標 我也有留意了一段時間 還有寶基的牌子 自己也一直都有提 那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買標 都想買回 那個價錢裡面 性價比是真的高的 你真的買到那個工藝 買到那個設計 而不是 花了那個錢 下去那個炒價那裏 所以我 玩標很早期 已經都很明確 應該就不會玩些 可能炒價太高的手錶 希望那個錢是真的 花在那個工藝上面 我們看到這隻標 第一它是一隻世界時間 那我想就是 你認識一個香港人 那你可能某程度上 都對這個地方有少許感情 其實買一隻標 某程度上 都會因為它在那個 世界時圈那裏 都是有香港的這個城市 那其實 重觀現在現代款的 世界時間的手錶 其實很多牌子都做世界時間 但是 現代款 你都還在用香港 代表這個時區的 似乎就比較少 所以這個標 對 而且你會看到有很多 寶機的元素在那裏 即是 那些寶機的指針 藍鋼的指針 有一些Gioche的圖片 那可能你在一些 Rs Marker 上 你會看到那些 黃金的 金粒 金粒 我不知道怎麼說 紙釘 那當然它那個 的 那個track 上面的 羅馬數字的 Silver Track 對 Silver Track 那個也是 有時候我們 計時我還沒有看過 寶機的 懷錶那些書 那你會看到 其實 很多 百幾二百年前的元素 其實都還在這裏 這件事很厲害 我們剛才看到浪格 浪格當然是正的 但是寶機的那種魅力 就是 你說面子 你看到心裡 大家留意一下這個標 好像一個盤 慢慢吸進去 一層一層 由外圈斜進去 然後到日期 到二十四時區 然後十二那個 羅馬寺 然後到 Gilchay 寶機針 日期槍 就是 我這樣給你看看 其實 這些標 為什麼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人說的 真的很有趣 所以我也覺得寶機針 是一個 挺低水的 一個品牌 很下重 很下重 還有可能 說一說 他的褲子 不是褲子 是他的褲子 對 這個褲子 其實也是很特別 直到我上手去看這個標 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原來 這個褲子 是做了兩段褲子的設計 其實他有分 裡面的褲子 裡面的褲子 現在的褲子 是把褲子調整 世界時圈 的 Dial上的世界時圈 可以轉動不同的城市 去定位 哪一個是自己的 Hometown 而他的褲子 其實你如果再看真一點 在褲子裡面的那一層 其實他是雕刻了寶機的牌子 上去 就是他 B-R-E-G-U-E-T 這樣 每一格 就雕刻了 那個牌子的字幕 我這件事是很 unique 很 unique 你還記得當時 我和你聊天 你都想收創這隻寶機 我那時候介紹他 你要留意MARINE的褲子 這些就是 沒有什麼人是會留意的 其實買一些 Diammarine 這些這樣的 features 你再看它上面這個 那些的 紋尼 跟著我們還有什麼 錢閉紋 是啊 一隻金錶 多漂亮 真的 真的很美 我自己的水手 也很美 那外面的褲子 你看到他 都很有層次 錢閉紋都是一些 很經典的寶機 我覺得這隻手 你戴上手 你會 那個層次是很滿足的 你會有很多東西 可以欣賞 看到他 complication 有工藝 質感 品牌的history 真的 性價比上 真的 我們自己喜歡 看到就笑 你要我這個價錢 我不知道買些什麼 可能它的價錢 對 外面也未必買到太多 其他款 努力士 但是你用一個 便宜的努力士 價錢就可以擁有到 一隻金錶 其實是 我會覺得 那個性價比是 都很高的 那些螺絲 全部是金色的 你看 這就是浪格 你說都未做到 對 其實是做到的 有些人說軟 我解釋 怎麼會是你想下七顆 怎麼軟 但是做還是不做 但是 是對的 有時候不受講 當然會更加穩定 但是 你看得到 那個穴 它是漂亮的 真的 嘩 很漂亮的 好 講完兩隻